港式云吞 湿头 凤尾 如晴天浮云 又如金鱼在云中游异 在浮以金丝般的竹生面 真仿佛云朵和光线都入了心中 每个港人心里都有一碗家乡的云吞面 一位来, 但是等等, 这里塞了才能等 几十年了, 中国人都来不吃 你最想想起家乡就是一碗云吞面 很重要 香港人我发觉挺喜欢吃面 只有一碗面吃下去暖粒粒, 热辣辣 真的可以给人心灵上的免足 因为材料不同, 天气不同 外国是做不到这个口味 所以面就是给我一个家的感觉 我再等等先 不知不觉, 麦辛瑞从父辈手中 接下来的云吞面馆已走过七十年 七十年, 如何坚守一碗心中完美的云吞面 竹生面 用鸭蛋与碱水调配和面 蛋补充了面团中的蛋白质 碱进一步增加面粉骨蛋白筋力 这般劲道, 广东话是两个字 鸭蛋 碱水苦涩味虚散尽 广东话叫早感 夏季三到五天 冬季也许十天 多一日面条腐坏 少一日味道则不佳 来丹下面几十秒出锅 到底几十秒 又倒是虚平经验 广东话讲的是一定不要嫩 这样才得来一碗销魂细容 汤汁清澈如茶 入到口腔里爆出丰富层次 新鲜猪骨配合数种原材料 慢火吊汤 罗汉果清甜又平衡燥热 虾子与金华火腿风味尽收 而大地鱼要取肉厚的精火烤 点化出汤的灵魂所在 那条大地鱼一定要有油分在皮上 这个味道就会令到鱼的鲜味 可以带出来 今天很多人买 包云吞 以鲜虾为馅儿 至馅儿时 用清水冲洗两三个小时后 才进行腌制 随后加大地鱼粉与鸭蛋混合搅拌 包云吞讲究力道 太紧云吞会太实 太松则一煮就散 成品外形虚如金鱼扇尾一般 入水后游出口感层次 精选力大饱满的虾肉 源自父母那里传下来的朴实心愿 爸爸妈妈以前做面 就是希望令到所有街坊 吃饱甜饱的肚子鱼 给他们觉得都可以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 他们由1940年代开始 做面的态度是几十年来不变的 见面如芙蓉 以疏离愁笼 情意此中相通 且道一生珍重 再见 再见 很多老客人 他们告诉我吃一碗云吞面 这个口感 会记忆他们年轻、年轻的时候 我要求吃到这个口味 跟几十年前也是一样 也是我小时候 从我四岁开始 我这间店的回忆 有没有闻得点 对 有没有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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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 真心 未经许可,之ων